好,来看到18号的傍晚一名来自新北市的民众 在陆野高台欣赏热气球之后准备离开 在停车场突然倒地抽去 那么家属是急忙向一旁执行交诊勤务陆野分局的警察来求助 那么警方是立即拨打119 并且遵照医护人员指示进行协助 所幸这名男子在送医之后呢并没有大碍 民众也十分的感谢警销人员当场给予的协助 第一停车场有民众昏倒 是否可以先叫旁边的救护站先到现场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在热气球活动的停车场内 有民众因为身体不适倒地抽搐 而警方获报后赶紧呼叫线上警力进行支援 据了解这起事件发生在卓越傍晚 一名来自新北市的男子 与家人前来陆野高台观赏热气球 但却在要离开的时候 身体不适倒地抽搐 一旁交集的家属急忙向警方寻求协助 而警方则是立即以五线电 请求指挥中心旁的救护人员 来到现场进行处理 同时也拨打119专线 请求线上紧急教学 所幸该名男子在送医后并无大碍 晚间于陆野高台热气球活动现场 有位民众慌张跑向远警表示 有人倒在地上抽去 请帮帮忙 远警随即赶往现场 并以无线电呼叫分局现场指挥官 请求大会救护人员到场支援 另以手机拨打119 请救护车到场 另以破音请求线上紧急指导急救方式 所幸处置得宜 经送医后无大碍 关山警分局表示 在热气球的会场 警方设有机动派出所 提供民众报案咨询 以及相关宣导等功能 如果民众有需要时 可以多加利用 记者陈吉林陆野相报导